这是我们第二组测试缸 左边是泥可可 右边还是蓝宝 我们来测试羊草的对比 我们用的灯 是一个60的灯 缸是两个30的 平均分开 这是整袋的蓝宝泥 我们用五升 这一袋是五升的 左边放凝可可的 两个缸厚度都铺得差不多 接下来就是加水 这个水的比例基本是按照一桶自来水 加一桶纯净水这样调配的 这样会让水的那个硬度和PA是比较适中 从这个缸来取尾草 让我们开始种吧 水草全不种完了 让我们把水填满 两个缸全部运作起来了 同样的过滤 同样的灯 一样大小的水体 一样厚度的水草泥 一样品种的水草 让我们记录两个缸的区别吧 开缸已经24小时了 今天我们进行第一次换水 新移开缸 第一波水它的降酸能力比较强 一般PA是跌的比较厉害 所以我们要大换水 如果您不换水的话 有些水草它会溶液 我们两个缸全部通知换水 两缸水都换完了 下次换水是48小时之后 也就是开缸的第三天 我们还要进行一次大换水 也是整缸换 距离上次换水 又经过了48小时 今天是开缸后的第72小时 第三天 我们再进行一次整缸换水 换水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尼可可的缸 有些发魂 蓝宝的还是比较透彻 今天换完水之后 我们统一加消化细菌 开始养水 然后观察水草的生长 两个缸的水都抽完了 我们现在重新把它加起来 加入消化细菌 两个缸加入的是一样的消化细菌 接下来我们是每七天换三分之一的水 按照正常换水比例 换的水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接下来一个月内 观察这个水草的变化 两个鱼缸开缸一个星期了 今天我们要进行换水 换水之前先测试一下两个缸的水质 这是蓝宝缸的 TTS是125 一颗可可钢 133 34 看来这两缸的TTS差不多太多 我们分别再用试纸测试一下 静置一会儿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两缸的数据 先来看最底下的是PH 使用起来都非常理想吧 我们先换水 两个缸的水都换完了 那我们继续以七天一个周期 这样压下去看看最终效果吧 这两个对比测试的缸已经一个月了 一颗可的还是暴躁比较厉害 我们都是每周换一次水 每次换水超过三分之二 这个一颗可的肥力 反正是够强 新手一定要注意 我们先换水 然后再看水草 两个缸的水都换完了 也都把缸清洗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缸的水草 一颗可的 由于肥力比较强 一个星期换水 还是有点少 草上很多藻类 使用这个泥的话 需要换水频率比较高 建议初期一到两个月吧 每周换水两次 一次二分之一以上 这是蓝宝的 基本上和没换水之前差不多 很清爽 使用两周左右吧 基本就这个状态了 由于藻类没有阻止水草生长 前颈后颈 长得都是比较旺的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两个缸的底床 一颗壳 一颗壳 蓝宝 可以看到两个缸基本都没有出现粉花的状况 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 总体来说 尼可可这款泥还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可能需要的注意事项比较多一些 用起来比较繁琐 因为它初期你要和这个藻类做斗争 毕竟它肥力比较强 但是对于老手来说 肥力强的泥 它就会很好用 因为我们这是做的对比 一样的换水频率 一样的光照时间 一样供给二氧化碳 一样的水质刻的 观察一下对比可以发现 蓝宝的泥 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使用期间还有发现一个问题 尼可可的可能是活性碳价的多一些 每次换水的时候 过滤棉都是颜色很黑 这个泥使用起来 它是重量要明显轻于蓝宝的泥颗粒 如果种的是比较低矮的水草 一定要深差一些 不然它很容易飘起来 后颈的水草 种的时候也不建议泥铺的太薄 基本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参考我们的对照选择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们 记得订阅一下 避免错过以后更新 让我们下期见